大家好,我是Helie 今天我要接受一個挑戰 就是Dr.Wu的杏仁酸七天challenge 我的膚質本身是一個敏感肌 對於換膚、酸等 平時真的不敢用不敢想 為什麼Dr.Wu這次會有這麼有信心 這麼大膽找我做這個challenge 我也很想知道 而這次我們要挑戰的對象就是這個產品 它就是Dr.Wu的杏仁酸溫和換膚精華 本身有出一個18%的杏仁酸版本 那個比較適合油肌用 乾肌就真的不太適合用 但這次他們這款就不同了 裡面有5%的杏仁酸 幫助代謝腦肺了的角質 2%的水洋酸 可以幫助疏通毛孔 清除粉刺和痘痘的 還有1%的椒泡酸可以改善到暗牙和瑕疵 所以乾肌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去用 而因為這些酸類的產品 用完皮膚會覺得比較乾或者脫皮的狀況 所以接下來這7天我會試試用不同的護膚組合 然後看看哪一個的組合會很適合酸厚的護理 好了 我們這個7天挑戰正式開始了 近鏡給大家看看我完全沒有東西的狀態 其實我毛孔不算很粗大 粉刺是有少許 黑頭是沒什麼的 但這個位置有一個很大很明顯的暗瘡印 我這些臉色不均勻 比較暗沉暗啞的問題 我想大家看我的影片都很清楚 所以我自己都很期待7天這麼短的時間 可以做到什麼 為了表明這個真實性 我還未開現在開來 第一次跟大家用它的第一滴 盒子裡會有一支杏仁酸溫和換膚精華 以及泵泵是靈賞的 記得這支杏仁酸一定要用完妝 洗完臉 在Toner任何古膚品的步驟前去用 它是非常水狀 而且沒有顏色的 聞起來都沒有味道 其實這個也是Dr. Wu的一個特色 它是沒有任何色素 沒有任何香料 沒有任何酒精 塗下去其實就沒有什麼感覺 不會有什麼刺激 刺激的都沒有 這支Dr. Wu的玻尿酸保濕精華露 這個質地你看到是拉絲的 很濃濃的質地 它不是很稀或很流質的 所以是有一定的存在感 但推到臉上就會變成水狀 不會黏黏黏黏的 今天是Day2 暫時這裡都看到我這個胸 還有暗瘡印都很明顯 其他都沒有什麼特別 第三天我一樣是洗完臉 我開始覺得有換膚的感覺 因為摸下去是有點絕絕的 但不會覺得臉很乾 很黏黏黏的 要脫皮的感覺就沒有 好 現在是第四天 我自己就覺得開始 其實它也是深色的 但我覺得邊緣慢慢開始淡化 還有膚色是有均勻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沒有那麼一塊塊的感覺 好 來到第五天 毛孔其實真的沒有粗 但到了暗瘡我散了 但不關他事 我剛才去了洗馬蠟堡 之後馬上飆了一顆 今天就是第六天 雖然說這裡的痕或暗瘡印還在 但其實我的粉刺 剛才看過已經完全沒有了 將來到了最後一天 是第七天 你會看到雖然那個痕痕還在 但已經圍著外面地淡 我現在已經是凌晨差不多1點 我覺得皮膚的狀況依然是不錯的 我完成了這七天的挑戰 明天再跟大家做一個很詳細的評論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過了七天後的皮膚了 其實是完全沒有了粉刺 已經變得很平滑 雖然毛孔問題我本身不是一個很大的關心 但明顯是看得到皮膚變得更加柔滑 還有膚色是比較明亮和均勻的 另外還有這邊面的暗瘡 它不是中途爆出來的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經是平了 中間完全沒有折過 沒有出過任何濃 這件事我很相信是換膚精華去幫忙 因為平時我的暗瘡系統不是這樣的 好了 我終於完成了DOTO給我的杏仁酸七天挑戰 在這裡我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項目要提醒大家 第一個就是用杏仁酸一定要在洗完臉 下妝後又在Toner前 第一個步驟就要用了 因為在這個時候用是最吸收 也是最有效的 第二 用杏仁酸的時候記得要加強保濕 因為你加強了保濕就可以加快到角質的代謝 也是將整件事變得更加有效的 而總括了這麼多人不同的護理組合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一定一定是敷面膜的 如果大家想見證到我這樣的效果 試試DOTO WUH這個台灣No.1醫學品牌的威力的話 現在機會就來了 立即去Infobox 登記領取7天的試用裝 而喜歡DOTO WUH的朋友 現在不用每次去台灣 在萬寧就已經買到了 好了 這次挑戰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下午3點和星期日下午12點 我們下視頻再見 Bye Bye 拜拜